我們先來討論一開始的新聞焦點 頭條焦點要告訴大家 是現在我們都知道 行政院長的蘇貞昌呢 就是為了要針對說 我們現在公投一大議題什麼 針對萊豬 大家不想吃萊豬嘛 但是呢他喊說什麼 他希望到時候公投 好他們的訴求 我們大家都希望說 四個同意台灣會更好嘛 可是他們是說呢 四個不同意 台灣可以更有利 他說什麼呢 他說如果我們沒有吃 好像這個在顛倒是非的感覺 就是說我們沒有吃萊豬的話 好像會影響到台美關係 跟CPTPP一樣 還說什麼 說美國人會很生氣啊 但是呢 我們現在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啊 蘇院長早就已經被抓包了 有沒有 他之前呢曾經是反萊克多巴胺的 你當初是這樣的立場 你現在怎麼又不一樣了呢 因為他過去怎麼說的 他說食安 食品安全 是一個國家裡面最重要的 絕對不能寬鬆的 他說呢應該要立法 一起來捍衛自己的健康 怎麼時隔多年 現在說法一切都不一樣了呢 所以這讓台中市議員羅廷偉 也很生氣 他要告訴大家是什麼 他要告訴大家搞清楚 他現在呢是玩文字遊戲 因為蘇貞昌呢 他連跑這個台中市場的說明會 說不能反對美豬進口 但是呢實際上這是在扯謊 為什麼 因為公投主文 從頭到尾都是強調 應該要禁止含有瘦肉基因 萊克多巴胺等等的肉品 以及相關製品 我們並不是反美豬 不是所有的美豬都有萊克多巴胺 我們是不想要吃萊克多巴胺 今天民進黨呢 在台中市辦理許多的公聽會 在這場公聽會當中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亮點 他明明就是在說謊 說不同意禁止美豬進口 怎麼會是不同意禁止美豬進口 大家要知道 我們在反萊豬公投的主文內容 寫得清清楚楚 我們是反對禁止我們的政府 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 相關的製品以及內臟類 來做為我們的進口 裡面的主文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美國美豬 何來了我們去阻擋美豬進口 再來蘇貞昌院長 不斷的在公開媒體說謊 說我們因為黨美豬 我們就沒辦法進入CPTPP 我們大家也要知道 原本這個組織叫做TPP 因為美國的退出 才變成CPTPP 而這個CPTPP 現在最主要的主導者就是日本 跟日本最有關係的是 我們的所謂的福島核災食品 現在還沒有討論這個議題 怎麼會美國也在幫忙 這件事情 讓我們可以進去CPTPP 這是一個非常荒腔走板的一個說法 而且我們現在為什麼 我們從骨子裡 討厭萊克多巴胺 討厭這樣子的一個瘦肉精 就是民進黨當初把我們的台灣民眾 教導的觀念 我們對於瘦肉精就是不好的 我們對於萊克多巴胺 就是影響我們所有 子子孫孫的飲食狀況 健康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為自己來站出來 為健康發聲有何不對 口口聲聲都用美國 來恐嚇所有的人民 我們到底怎麼了 我想跟羅庭文議員講得非常清楚 他要告訴大家什麼 觀念要正確 因為蘇貞昌告訴大家說 如果我們反萊豬 美國會很生氣 所以呢他希望你公投啊 不要呢也跟著來反 可是實際上是什麼呢 實際上是來自我們知道說 這是有風險的嗎 連蘇貞昌自己都知道 我們剛剛講到的 就被挖出來的 當初的PO文是什麼 2012年的時候 他怎麼說的 他說所有國家施政當中 政府最必須嚴格把關 絕對不能堪孫的 就是食品安全 政府禁用萊克多巴胺呢 就是呢 他在行政院長任內來規定的 所以不管怎麼樣呢 他覺得說如果強行的 要讓大家來吃 那等於什麼 等於是無視多數民眾反對 一股行啦 所以他說呢 國民的健康無可取代 那我們應該嚴格立法 地方呢也要定更嚴格的規範 因為要全體國民一起來 共同監督 共同捍衛自己的健康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共同監督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共同捍衛自己的健康 但是呢 你這時候在做什麼 你這時候在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反萊豬 你可能會惹美國爸爸不開心 所以呢 時隔多年這個文再被撈出來之後呢 大家都還瘋狂朝聖啊 都說呢 哇天啊 現在我們不是要擔心說 美國爸爸會不會不高興喔 我們現在要擔心的是不是 蔡英文看到會不會生氣啊 反萊牛現在卻來開放萊豬 卓勢今非啊 言而無信 還說什麼 哇這個巴掌 這個過了八年喔 噼哩啪啦響起啊 就覺得說呢 他真的是把自己臉打得有夠腫的 那當然我們都希望說呢 這四大公投當中 其中這個反萊豬 我們不希望吃到萊克多巴胺這件事情 你不要拿來做政治綁架 偏偏要拿無法加入CPTPP來綁架大家 甚至呢 我們知道說這個蘇貞昌一直強調說 這樣子美國會很生氣嘛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中華董事長趙稍康就痛批了 蘇貞昌根本就是亂講一通啊 拿出多國要加入CPTPP 但未開放萊豬的證據直接打臉 直指說現在萊豬根本就不是重點 而是剛剛也有提到的 福島何時才是 痛批民進黨不要再給國民黨戴帽子了 一個喔 新加坡當時沒有准萊豬進口 還是建的CPTPP嘛 第二個現在在申請要進CPTPP的 像中國大陸 他也沒有進萊豬啊 他也禁止萊豬啊 那他也申請啊 那他就進不去嗎 那如果真的這樣 民進黨不是很高興嗎 中國大陸也進不去啊 但是你認為中國大陸一定進不去嗎 誰敢講呢 換句話說 中國大陸也禁止萊豬進口 你也不能說他一定進不去啊 那他如果一定不進不去 他現在來申請幹嘛呢 還有泰國 泰國也在申請啊 泰國也不准萊豬進口啊 所以現在申請CPTPP的四個國家裡面 還有英國 英國現在也申請進入CPTPP 英國也不准萊豬進口啊 所以現在申請的四個國家 三個都不准萊豬進口啊 那你跟我講說 不准萊豬進口就不能進CPTPP 老美就會生氣 那你在講什麼嘛 你都不看一下整個國際的情況 你都不看一下哪些已經進去了 哪些還在申請的嗎 老美當然重要啦 我們也不希望老美生氣了 我們也沒有進美豬嘛 美豬還是可以進來啊 我們進的是萊豬嘛 對不對 所以你 我不懂你生氣什麼 這有什麼好生氣的呢 而且其他這些國家各有各的 他們各有各要跟我們談的問題 雙邊要先談嘛 萊豬絕對不會是重點 你放心好了 以日本來看一定是福島核實是重點 怎麼會是萊豬呢 我覺得民進黨喔 這不好啦 我覺得這樣不好啦 我覺得他的用心就是說 先跟你國民黨戴帽子 你反萊豬就是反美豬 反美豬就是反美國 美國朋友很多 所以你進不了CPTPP 那萬一到時候進得了呢 就你看我們民進黨多厲害 克服萬難進去了 那進不了 你看我早就講了 因為國民黨不讓萊豬進口嘛 所以我們就進不了CPTP嘛 帽子又戴到國民黨身上去 他已經在做 現在就已經在做未來的準備了 你知道 但是實際上不通的啦 真的一點都不通的 亂講一通 我不懂喔 如果台灣這麼擔心 大陸先進了以後 我們就進不去 那你說不早點申請呢 你早就可以申請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在大陸申請 一個禮拜以後才申請 你只差一個禮拜嘛 那蔡英文出來講說 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那既然準備好了 為什麼不早申請呢 為什麼他之後呢 如果你比他先申請 搞不好比他先進去啊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不比他先申請 然後現在再來講說 他申請會影響到我們 那你為什麼不早先申請 所以我覺得 講這些都 也於事無補嘛 努力就是了 那怎麼辦呢 盡力就是了 總之我們現在看到 行政院院長蘇貞昌的臉真是很腫 因為他多次呢 稱反萊豬就是反美豬 將會影響到台灣進入CPTPP 不過呢蘇貞昌他昨天在立院 兩度表示說 美國人很氣啊 還重申說萊豬進口 就會影響到台美關係 而對此呢 馬英九就批評說 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反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反應 因為這個萊豬 包括歐盟跟中國大陸都是拒絕的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美國生產的豬肉呢 就大幅的減少萊豬的比例 現在我們希望能夠進口 不含萊劑的美豬 這應該是一個很正確的看法 他幹嘛生氣呢 所以你認為反萊豬 會影響到台美之間的經貿關係嗎 不會 我們看到的新聞焦點是 前立委陳柏惟遭到罷免之後 民進黨之前呢 是正式的徵召前立委林靜怡來投入選戰 對此的部分呢 陳柏惟在臉書上面說 自己呢 要來成為林靜怡的志工 為台中第二選區來努力 但是被網友給怒酸了 說你這是要去扣分的喔 可見被罷免還是沒有學到任何的教訓 是這樣子嗎 這樣聽完 人民是不是該覺醒 要怎麼覺醒 選票 公投就是其中一個針對反萊豬公投 前院院長蘇貞昌曾經批評國民黨的目的是要 鎖死台灣 讓台灣不能加入CPTPP 還酸說呢 忠誠反對黨應該忠誠於國家 而王洪威今天在臉書上發文就說了 不知道蘇院長是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呢 2012年3月7號的時候你自己是怎麼說的呢 你自己在臉書上面發了文寫了什麼 你自己記不記得呢 因為蘇貞昌當年對萊克多巴胺身無痛絕 甚至是以就是在其任內來禁用的這件事情 向老百姓來邀功 從2012年再到2021年 不知道蘇貞昌呢 到底是被外星人綁架了 還是得了失憶症了呢 現在是騙神明 騙人民 甚至呢 蘇院長連2012的自己都要騙嗎 王洪威就說了 套一句當年他自己說過的話 國民的健康無可取代 全體國民一起監督 共同捍衛自己的健康 所以呢 他就要拿這句話再次送給他啦 所以呢 呼籲大家萊豬公投投同意 為自己的健康一起來站出來